- 接著來看到國慶焰火是睽違九年在台中施放 但是這次焰火他放的時間比預定早了20分鐘 還有千萬預算的無人機隊表演也是臨時喊咖 民進黨籍的議員是緊抓一提持續猛轟台中市府 結果引發了國民黨籍議員不滿 質問主席綠營偏離議程 引發綠營議員不滿是當場吵了起來 藍綠議員議場互槓全英國慶焰火提早施放 花了千萬預算的無人機表演又臨時喊咖 國安局發表聲明當天晚上8點才收到無人機表演喊停 綠營持續猛轟盧市府團隊 如果突然有一年的跨年晚會突然提早20分鐘 我們要開始來倒數 你想想看臺下的市民朋友會理你嗎 這當然是市政府的問題 當然是市政府委外的廠商有問題 盧市長你根本都是在狀況外 然後遇到的問題就轉移焦點 所以你們整個的場控失靈沒有備案 一百一十二年國慶焰火 總統蔡英文 立法院長游錫坤 以及臺中市長盧秀營 至此時間都超簡短 讓活動流程進度超前 焰火提早釋放 議員追問盧秀營一度輕鬆回答 面對綠營追打 盧秀營表示一切概括承受 但是綠營早戰犯 誰下令提早釋放 官履局終於給了答案 那個焰火 因為焰火它是在遠端 所以國安那邊他也會說 焰火處還有我們總導演 還有司儀這邊 他們會有一個總控 主控 三台 會一起做 那個焰火 其實確實是三方 三方一起說開始放 一場國慶焰火 讓盧士福滿頭包 記者 蔡正順 陳文青 SNG小組報導 好 接下來看到外界關注的藍 白 核議題 有最新的消息 科辦發言人今天透露了 雙方將在本週六的下午要來會面了 分別派出是金普松 還有黃珊珊 領軍要來溝通 而民眾黨的底線 還是要比民調 比辯論 不過也被說了 因為這先前金普松 他就堅持說 侯友宜一定要當政的嘛 那黃珊珊他也是鷹派的大將 所以說這兩個人出面來協調 真的會談出什麼結果嗎 當然是打一個問號 那也說到 哪一個在野組合是有可能會贏過民進黨的呢 網路有最新的投票顯示了 其實高達76%的人 他們選擇認為 柯涵沛這贏的機率是最大的 那說到侯涵沛的話 那只有12%的人投給他 尤其說到韓侯兩個人之間 這恩怨很難解 雖然說前一天兩個人他們是有同框 但是回顧一下當年啊 這韓國瑜他的女兒 當時韓冰他去找侯友宜 就是要請他來幫忙幫韓 幫韓國瑜站台 結果在門外苦等了一個小時還被拒絕 這韓國瑜他也是很疼女兒嘛 被說這兩個人心結很難解開 姑且不論說韓國瑜是不是會發自內心來挺侯 但是從網路的民調上來看 這韓粉似乎是不挺侯 反而校正看好柯涵沛 我們的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何僑胞們一一握手打招呼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一早出席 華僑節慶祝活動 為2024大選爭取海外選票 拋出韓國瑜當副主席的朱立倫 在加碼爆料是韓國瑜主動提起 其實是幾個月前一些朋友給他的建議 他主動跟我提到這件事情 我當然是很樂意韓市長來協助黨務 同時也非常歡迎他一起來擔任Tanko 韓市長主動跟你提到這件事是哪件事 究竟韓國瑜主動當捅哭 還是副主席朱立倫打模糊仗 不過現在韓國瑜會不會加入黨中央 相當重要 因為最新網路投票 韓國瑜出席戰鬥欄造勢 是否有助於韓粉回歸挺猴 有64%的網友都投出否決票 認為韓國瑜和柯文哲也有交情 因此韓粉們自由主見 我跟韓市長現在現階段 最重要包括我們侯友宜 總統候選人 包括很多朋友 大家現在正在努力的就是 怎麼樣整合 怎麼樣促成更多的團結力量 韓國瑜挺柯還是挺猴 將直接影響藍白河走向 不過藍白雙方已經確定 10月14號 國民黨將由金普聰 黃建廷和柯文哲代表 黃珊珊 周宇修進行幕僚會議 藍白雙方會前會的這個部分 稍早我們已經確定了 那雙方就是約定好 在10月14號的下午 韓國瑜任職北農期間和柯文哲 有交情 2020年選總統 又被侯友宜冷落 藍白這一局 韓國瑜再次成為主角 記者綜合報導